从商业地产开发 投资管理起家的王文琪总裁 在2010年一次农业地产投资的机会 意外地与生命中的小绿绿偶遇了 这位小绿绿不是北渝女品学兼优的校园美女 而是存在我们人体与环境的微生物 这肉眼看不到的好菌 却成了改变王文琪人生价值观 及事业板块的美丽谢购 以微生物菌为核心技术的宝津科学 绿色养殖与废弃物及处于处理为主 目前小绿绿在她的事业板准中 俨然成为了最具潜力 也最受人关注羡慕的滤金投资 王总裁常说 以前该一栋楼一个社区 只提供了少数人遮风避雨 而微生物除了解决人体 及养殖物的健康问题 还处理了环境的污染问题 MF高效菌让人健康 人只要健康就快乐 我们养的动物植物也是 以生存的大环境更是 欢迎收看我们的《遇见新台湾》 我是丽鱼 今天我们邀请的特别来宾 是生物科技集团的 王文起 王总裁 跟朋友问好一下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台大农业专家 我们的张宏毅张博士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好 好 博士好 第三位是我们的行销顾问 我们的黄平荣 Jimmy老师 丽鱼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真的是很特别 我们的王总裁亲自把我们这个 牛章的段目都带到我们的现场 让我们大开眼界 是 不过我真的很好奇的是说 我们的总裁呢 真的是跨太大的领域了 我们知道你本来是一个地产专家 是的 后来跨足到这个微生物 其实完全两个不同的领域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你怎么会这样跨足到微生物的领域 好的原则上在不动产这一块呢 做了二三十年时间了 那也一直都很顺遂 那当然中间还是也会遇到一些瓶颈 那会来做到微生物这一块呢 我们就说怎么样去做到在我们牛章汁这一块 是因为以前牛章汁非常的昂贵 对 我一直在想说假设我有这个能力的话 是不是可以把牛章汁种了很多量产很大的时候 这样价格便宜一点 而不是说只有有钱的人才可以吃得起 连一般的平民百姓都可以获得 这样当他需要的时候 还可以买得到牛章汁来去维持他的生命 简直的听到说那个牛章汁都算凉了嘛 是 一点点就好几万啊 现在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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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牛章汁研究好了之后 那是不是可以再买一些农地啊 来去把牛章汁做得更好更大一点 那去买农地的时候又接触到了一些的农民 他们一些农作物或者是一些蔬菜 咖啡 希望说他们种得不好的时候 怎么样可以增加他们产量 而且呢 把他们的质也做好一点 把质提升 对 那就去 就下乡到农民那边去了 然后又买了一大片的地了 对 买了地 就跟农民在一起 那原则上跟农民在一起玩的时候呢 就有一些养猪户 养鸡户 也都是邻居了嘛 对 那他们对于养猪的一些吃的 或者是它排泄出来的粪便 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还有养鸡 而且人真讨厌啊 因为那个都很臭啊 真的都很臭 谁愿意闻那个臭味 是啊 原则上到养猪户那边去的时候呢 你还没有到 你就会先闻到猪臭的味道 真的 几公里的那个距离 其实就会闻到那个飘过来的 那个猪屎味道 对 没有错 那尤其是那些猪农就告诉你说 假设你的手呢 去摸到那些的那个猪屎猪尿 原则上三天 那个味道是洗不掉的 对 对 那个味道很臭 对 而且呢 也很大的污染 造成环境很大的污染 所以呢 我回来之后去想一想 怎么样去改善农民的生活啦 这些的提升他们的产量 或者是处理到他们的 就养猪的一些问题 那回来呢 才去想说怎么样来研究这些 微生物菌的去改善这一块 你真的跨好大的领域喔 是啊 所以你等于也是颠覆传统 像以前可能那个牛章 大家都会觉得可能是保健商品 或是一些保养品之类的 你完全都颠覆了嘛 对啊 原本是创新的 所以这个菌的研发 其实也让你研发出来 一个非常大的成效嘛 是的 因为在研发这个菌里面 有很大的一个成就感 所以呢 就一直一路的就这样投入进去了 所以你请了我们的张博士 来帮我们做这个菌的研发 是的 刚开始的时候 那王总裁说 我要一个商品 因为他很多人跟他要求 这些农民跟他要求 他有一个全方位 多功能的一个肥料 是 那你想说全方位多功能 那怎么做 那他的意思是说 在我们宜兰地区 花林地区 他讲的那些都东海岸 然后呢 他有鱼场 所以第一个要养殖业 第二个 我山地什么都有农林地 对 我要农林地 包括牛樟枝 牛樟树 这都要种 都需要这个肥料 是 然后再来就是说 不只是这个农业 鱼业 还有畜牧 对 养牛 养羊 甚至于连鸡丫这些 对 家庭类的 对 那你要怎么找 事实上这是一个很难的难题 你说出这个大难题啊 假设我们有一样的菌 那或者一样的产品 可以解决所有农民的问题 是 那这个样子的话 其实农民来买这些的产品的时候 它就很简单了 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些 也靠博士来帮忙了 出来的菌呢 我们在花莲的光复箱 有200公顷的稻米田 现在目前都用我们的菌 我们的米啊 稻子在生长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空壳 对 这些空壳就少了 而且会营养不良的 对 这些空壳就少了 那完了之后呢 它的那个稻碎 里面的米啊 会比较饱满 而且能比较香 是 所以我们的这个菌种 其实在我们这个稻米的部分 如果把它施肥上去的话 对 增加这个整个稻米的营养成分 是 也会长得特别好 也会长得特别好 是的 如果说你用化学肥料 对 你在种那个药材 是 你种那个药材的话 它效果就不会出来 它药效就会差 所以你要所有的农业啦 鱼业啦 养殖业 你还是要回归到它的本质 比如说养殖 我们要天然生态养殖法 对 你种东西也是一样 所以你要发觉说 要从哪里开始 要从基本开始 基本就是说土壤里面 它为什么有些地方的土壤 可以种出来很好的东西 对 有些地方的土壤种不出来 那主要它里面到底含了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 我们不只是看到阳光啦 还有水啦 还有这些以外 我们还要看到说 原来里面有微生物有很多 微生物 这些微生物有什么不一样 对 所以我们就找出来这些微生物里面 大概有二十几个科 然后戒门钢木科数种嘛 就八十几种 那我在里面就找一些就是益生菌 就是说我们要人吃了 也不会有问题嘛 对 所以那坏的都不能要 我相信观众朋友一定很好奇 这样一个这么好的菌种 还可以达到马上立即除臭 好 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到我们的 《遇见新台湾》 欢迎再回到我们的《遇见新台湾》 刚才听张博士讲那么多 我们这个菌种真的太厉害了 不过我觉得我们的王总裁 非常的有远见 因为这种像厨余 像比方说这个动植物的这个粪便 其实很棘手 而且根本一般人不会想要去碰的 可不可以讲一下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把这些厨余 然后把这些粪土 然后怎么把它变成黄金的过程 讲一下好吗 好的 原则上我们在开发的菌 把它分为两种 一个是给我们的家禽家畜 加在饮用水里面喝的 另外一个就是拿来处理 它的粪便的处理的 那假设是说我们拿来加在水里面 让这些的猪啊 鸡啊 喝的 喝的话 对 那个免疫性增加之外 它在吃完之后呢 差不多五到七天 它以后所排出来的粪便就相对不错了 啊 这么真轻 对 为什么 因为它的整个肠胃道就被我们所有的益生菌 给整理过了 其实是连带关系的 因为它吃了这个好的益生菌之后 整个肠胃道很健康 排出来的粪便也很健康 没有错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说它的从譬如说猪从入栏开始养 对 一直到出燃的时间呢 一般的死亡率啊 在中国大陆的地区差不多有13到15%这样的死亡率 那用了我们菌之后 它的死亡率可以降到7%以下 哇 是 完全少了一半 对 那除了这些养殖的成本降低之外 猪啊 鸡啊 这些吃的东西一定会排放 对 排除的东西就是污染 没错 假设没有把它处理好 它就整个污染河川 那个你还没有到呢 那个味道你根本不敢闻 但是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不管是养鸡 养猪 都是要 养来都是让我们人吃的 对 假设呢 这一些的家禽家畜 养的时候就不健康 其实我们吃的时候对人体就不健康了 没错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它所排出来的分辨假作污染的河川 河川一流 假作流入海又一样污染了海洋 对 那最怕的是 它所污染的河川 刚好是我们的饮水区的上游 那我们也被污染了 对 没有错 那所以呢 在整个食物链里面 我们是希望说假设可以的话 运用我们的菌 那去处理呢 它就达到零排放 所谓的零排放呢就是 所有的产品都没有排放到河川里面去 为什么 因为当猪跟鸡所排放出来的污染物 用我们的微生物去处理了之后 其实它是可以变成很好的有机的肥料 哇 对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现在目前很多厨余拿过来之后呢 拿来做处理 怎么处理呢 对 厨余呢 就储存了之后真的很臭 完了之后它必须要拿来去煮 为什么要煮 第一个要媚菌 第一个媚菌 第二个呢就是煮完了之后呢 它的油就往上浮起来 浮起来 其实厨余的油呢它是可以回收 拿来呢在工业上的再利用 做工业上用 但是呢绝对不要拿去做提勾油 对对对 不要再做那种收水油 对对对没有错 那去食油制了之后呢 再加上我们的菌去发酵 去发酵了之后呢 它可以第一个可以缩短 差不多30%的发酵的时间 第二个呢 它的臭味就几乎不臭了 因为我们里面的菌 可以把厨余的臭味把它给去除掉 是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 在我们的厨余里面一定有一些肉类 对 我们可以分解肉类 可以分解蛋白质 可以分解纤维质 一些虾壳类的 甲骨类的这些东西 我们也都可以把它分解掉 连骨头啊什么贝壳的壳 那都可以分解啊 对对对 像贝壳或者是虾壳 或者是像我们的螃蟹壳 都可以用我们菌把它分解掉 那分解掉之后 因为里面已经摻了我们的菌了 出来之后呢就会变成有机肥 那有机肥 在这个有机肥 就直接把这些呢 就不是当做垃圾 拿到垃圾野卖场去野卖了 它呢就可以回到农田里面去 让农田的土壤就变得更肥沃了 哇那真的耶 这真的是百分之一百的这种 粪土变黄金 是 那假设我用我们的菌呢 来去做以我们猪或鸡的粪便的一个处理的话 对 那猪粪尿呢流出来之后 有一个叫做收集纸 非常的臭 它可以取到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立即不臭的效果 就是马上把它加入 像那些可能那些除便池吗 对 就是它的集污池 集污池 对在集污池里面呢 把我们的菌加进去 一搅混 均匀的搅混完了之后 几乎就闻不到了 哇 臭味了 那完了之后呢 再经过一些生物的发酵 完了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有机的肥料 哦 是 那当我们去做干湿分离了之后 那些猪粪啊 变成干了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干的有机肥 可以放在土壤里面 对 那那些呢 猪尿流出来 假设把这么肥的东西 把它流到河川里面去 其实是一个污染的 对不对 非常污染 所以呢 可以拿来养鱼 而且呢 我们养的鱼 不需要飼料 在我们菌里面 是可以不需要 不需要放飼料的 在鱼池里面 它就会长大 因为它就吃我们的有生菌 有益菌 是 所以因为它其实就是一种好菌嘛 对 那个食物链的一个原理 就是连带关系的 没有错 而且呢 拿来去灌溉农田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肥料 待会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 回到现场 我们要让所有的观众 眼见为平 马上就可以把这个味道给除掉 好 休息一下 再回到我们的预见新台湾 谢谢 对不起 欢迎再回到我们的预见新台湾 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Jimmy老师 也是非常优秀的行销顾问 像这个绿能产业 目前在整个市场的推动上呢 是如何评估的呢 其实我们现在分两个市场讲 一个是台湾 台湾这边我因为跟那个 王总有特别去过台湾的几个农户 台湾人对所谓的居住品质比较要求 所以农户也不希望说 大老远就觉得他自己的房子是很臭的 那我们另外讲的是说 那个王总这边在大陆的两个投资项目 一个是杭州 一个是福建这边 在中国大陆我们都在关心的是什么 空气污染的问题 对 其实水源污染的问题 环境污染 对 吃进去人不健康就不快乐 在大陆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解决的东西是 属于是一个绿色的这个产业链条 那大陆现在的政策是怎么样的 他是不是说我就要把错位给拿走 他鼓励的是说 这个农家怎么去跟企业合作 对 然后呢去掏真的 真的把这东西做成产品化变成绿金 所以其实王总裁也是把这个废物呢 把它变成黄金的第一把教授 对 对 不过今天呢我们的总裁也特别 要现场做一个实验 让大家眼见为平 是 像刚才我们现场打了一杯 非常浓的一个综合果汁 是 对 他说瞬间可以马上让它完全没味道 是的 好 在还没有做之前呢 还是要请主持人呢 先闻一下这个果汁的一个味道 嗯 很浓 很浓 台湾的这个水果是真的 味道非常的浓郁 是的 那原则上我们的菌呢 是 原则上它是最主要是要除臭味 是 那但是我们的臭味呢 原则上在于 猪粪尿啊 它有很多的阿摩尼亚的味道 对 是可以瞬间 立即的这样臭味不见 让它没味道 对 那我们呢现在目前没有 在这边呢没有这些的猪粪尿 我不可能把猪粪那些搬来摄影棚 是 对 那所以呢我们就用比较味道 比较浓的 是 的味道呢 来试一下 的综合果汁来试一下 我们的产品 我把这个味道就除掉了 是的 那所以呢 当它加入进去的时候呢 这个产品啊立即的会 比较没有味道了 来 再请你闻闻看 真的耶 来来来 闻看看来 没有那个果汁的味道了耶 就像是那个开水一样耶 是的 就是说我们在福建啊 就是福建养猪户那边的味道更难闻 对 然后我先讲一个数字 在台湾呢最大的那个养殖的 养猪的县是云林县 对 差不多一百多万头 那光那个福建龙岩市啊 总共有七百二十万头 对 你就以这个数字来讲就知道了 所以其实这个还蛮恐怖 我们现在是用水果哦 这个水果的果汁来做测试哦 如果真的是那个养猪户 这其实是奇臭无比耶 是的 是的 因为它那个地方是我们那个 我们讲说它是水源地 对 就是我们 就一般我们地理课不是上了吗 在厦门的上游 有一个叫九龙江 它在九龙江上游 是 所以它那边的改变的部分 主要的地方就是说 它的排污跟除臭的部分啊 呃作为一个重点 对 所以才会讲说 好那绿色养殖就设在一个污染最严重的地方 哦 对 反正现在现在王总这边的东西 产品反而变是它那边是非常好的 一个项目在这里 所以等于污染越严重的 越臭的地方 就需要我们王总裁去把它做改善 不敢不敢 但是我再补充一下 其实除臭 它只是一个最基本面而已 让我们感受得到 但是它这个菌 最重要并不是在除臭 对 它最主要是 让我们的所有的猪粪尿变成有机肥 没错 而且能够回到农田里面再利用 这才是我们的菌的最重要的目的 除臭只是其中的一小环 是的 我们都要把所有的这些粪便 排泄物把它变成黄金 有机肥再利用 是 对 那刚才博士一直要补充一下说 我们的菌是活菌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奇 因为一般的菌不耐高温 而且比方说运送的过程 包括你放的时间太长 可能都会 菌的活性就会死掉了 那我们的菌 为什么可以特别强调它是一个活菌 菌如果不是活菌 它根本没有它的效用 是 所以一定要活菌 所以我们要确实 把里面的菌 通通胃饮好 不能吃太多也不能吃太少 然后能够安全的到那边 那刚刚有谈到这个水源区这一些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功能 我们都忘掉 就是说其实它用在养殖业是非常重要 尤其养鱼养蝦 养鱼养蝦重点是在于养水 如果水干净水很好的话 这些鱼虾都不会病死的 那这个我们就要研究到说 有一种叫消化菌 对 消化菌的话是水族管常用的 如果加上去在里面的话 你真的就可以把里面的水都弄得很干净 这样也保持水源 然后鱼虾也会很好 对 因为它也有我们的那个益生菌在里面 然后它胃口好 你会发觉养蝦以后 排泄的那一夹 蝦肠那个黑 仔细看那个上面会变成透明的 不会绿的 因为为什么透明 就是因为它完全消化 益生菌让你消化得很完整 对 谢谢王总裁带来这么好的绿能产业的分享 也是造福我们全世界的人类 那请继续呢 锁定我们的预见新台湾 我们要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 谢谢总裁 谢谢博士 谢谢王总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